近日,中心社记者走进位于南京浦口的台湾信大水泥集团所属的江苏信宁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一记门,台湾信大水泥集团创立人杨唐海的雕像映入眼年 石座上刻着家训,一情天下无蓝事 如今,这家源自台湾的家族企业 已交棒到第三代子孙辈的杨伯云等兄弟手中 经营业务遍及各地 2017年,在动漫行业沉浸十余年的杨伯云 决定响应父亲的召回 成为江苏信宁新型建材的员工 杨伯云到公司第一件事 就是运用所学,打造花园式工厂 矿山一开始给人家感觉 是车子开过去都会蒙吗 路啊,阳城啊什么就很重了 刚来的时候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水泥厂的外观的改善 环境的改善 就是你可以去看我们水泥厂就很多颜色啊什么 那时候其实都是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去改的 或者后期前往就是把整个路全部重做 全部绿化全部都重做 目标就是打造一个矿山公园 把这些美术应用用在建筑上 除了半量外观 杨伯云的另一个关注点 是提升企业内核 工厂和矿山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2020年江苏信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获评为国家级绿色矿山 边坡台阶层层垒叠 看似梯田 矿山脚下种着一排排绿树 铺满了草皮 22年初 全江苏省的矿山都有到我们矿山做 就是 对 观摩 继续把这个矿山往前推进 接下来朝智能化方向 杨伯云感叹 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体会到 大陆不缺市场 不缺机会 人才济济 疫情天下无难事这句话 我爷爷这个雕像在这边 我爷爷在台北家里面也有 一模一样的雕像 就是下面那一行 自己就是疫情天下无难事 我是真的希望就是 大家都来南京走走 自己只有看过之后 才知道现在大陆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这边机会真的非常多 但是一定要比别人更努力 这边最不缺就是人才 最不缺就是资源 所以你只有自己非常杰出 才有办法在这边继续发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